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乒乓球WTT沙特大满贯赛 激战正寒 北京时间5月5日 日本名将张本志和也迎来了自己的首秀 与身高1米97的克罗地亚名将普卡尔展开对决 结果张本志和显被暴冷 一度大比分 1比2落后被逼入绝境 但最终还是3比2艰难战胜对手 晋级男单32强 决胜局只赢2分 拒绝一轮由被淘汰 在不久前结束的澳门世界杯中 张本志和时外协会 唯一打进了男单四强的运动员 所以本次大满贯赛 也是国拼的重点关注对象 不可小觑 张本志和时大家比较熟悉的运动员 2003年出生的他虽然还未马21岁 但已经多次击败国拼主力 拿过世界杯男单亚军等荣誉 14岁就排名世界前十 是罕见的早熟型选手 而要论罕见 普卡尔也能在拼弹占据一席之地 如前所说 他的身高达到了1米97 这在乒乓球界算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对于运动员的身体协调能力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总的来说 他的表现还可以 过去赢过王储钦 奥加洛夫等世界冠军 未必不能爆冷张本志和 首局开始后 张本志和率先上手 利用普卡尔启动慢 速度不占优的缺点 迅速展开抢攻 很快便取得了领先的优势 在过去与名将的对抗中 普卡尔主要通过超大面积的防守 和强烈旋转的反拉得分 但这次进入状态偏慢 很快就兵败如山倒 被张本志和以11比5拔得头筹 第二局张本志和依旧采用 以快打慢的战术赢球 但这次普卡尔的反击 明显更加凶狠 随即在落后的情况下 追到5平 随后成功将张本志和打退台 并逆转比分 一旦普卡尔甩开手臂 其高大的身材 就能提供超强的击球力量 这是张本志和也很难抵挡的 面对不利局面 张本志和不断反击 但在最后关头仍然输掉关键分争夺战 最终以9比11败尾 普卡尔由此而成功扳回一城 在场上也开始不断吼叫 为自己加油打气 比赛悬念陡增 第三局普卡尔欲战欲勇 而张本志和则有些慌神 面对这位身材高大选手的 大力胡圈球进攻时 明显有些招架不住 结果6比11败下阵来 这时大比分已经变成了1比2落后 被对方逆转 再输一局就要被淘汰出局 日本队情况不妙 第四局张本志和背水一战 上来就扎根进台连得2分 但紧接着又连丢2分被追平 随后两人你追我赶 张本志和最终以11比7拿下 成功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随后抓住机会锁定胜利 仅以2分微弱优势11比9结束整场比赛 有惊无险获得晋级 通过本次比赛 我们可以看出普卡尔的技术确实不错 能在乒乓球如此精细的运动项目中 驾驭好自己1米97的身材实属不易 虽然败北也仍然值得大家鼓掌 此外 另一场外协会两大高手 在南单首轮狭路相逢展开激战 结果瑞典名将卡尔松0比3惨败不敌 韩国选手安仔贤 由此而成为了第一位单打出局的世界冠军 安仔贤则顺利晋级32强 有望迎战樊震东 在此之前 卡尔松的队友莫雷高德 卡尔伯格均已出局 目前瑞典南单已经全军覆没 世界冠军老教练佩尔森 对此也无力回天 对面韩国的奥运冠军教练刘南葵 则对弟子的发挥非常满意 有人欢喜 有人愁 卡尔松 安仔贤都是外协会南拼的名将 前者早在2015年 就拿过世界杯的南单第四名 2021年 与搭档法尔克一起勇夺士兵赛 蓝双金牌 实现世界冠军名将 而安仔贤则是在2019年士兵赛上 一战成名 打哭张本志和 淘汰队友张宇珍 最后收获南单铜牌 从技术风格上看 这两位运动员都喜欢打大力 胡圈球相持 安仔贤正手能力更突出 卡尔松反手相对更强 双方各有所长 所以此战充满悬念 结果大比分虽然差距很大 但战况也确实非常激烈 比赛开始后 两人在首局就打得难减难分 卡尔松试图以自己的左手线路优势 压制安仔贤薄弱的反手 调动对方的正手大角度 以此遏制对方的侧身正手进攻 但自己失误较多 也顶不住对方的抢攻 苦战至最后二分仍然9比11西败 第二局两位运动员 再次对轰到了10平以后 紧接着又打到11平 关键时刻还是安仔贤技高一筹 而卡尔松在关键分的处理上发挥不佳 结果又以11比13输掉 此时大比分已经变成了0比2落后 被逼入了绝境 第三局卡尔松兵败如山倒 这次很快就出现了6比9落后的情况 关键时刻两人在一个对拉的过程中 安仔贤擦边 卡尔松非常大度地当场示意指出 展现出了极好的球品 虽然最终6比11输光整场比赛 但也仍然赢得了球迷们的掌声 在此之前 瑞典南丹的另外两位参赛选手 莫雷高德1比3不敌国平小将林诗栋 卡尔伯格2比3惨遭韩国选手李尚珠逆转 如今卡尔松也0比3败给安仔贤 全队由此而在该项目中被团灭 无奈结束所有战斗 安仔贤顺利晋级 可能在下一轮与樊振东交手 值得大家关注 此外今天外协会有不少爆冷的比赛 第一个冷门 伊朗球员诺沙德·阿拉米扬 以3比2赢了台北的高成瑞 阿拉米扬32岁 世界排名才68位 阿拉米扬的技术算不上好 属于怪球打法 没有太多的章法 高成瑞非常年轻 才19岁 由世界冠军庄志渊一手培养出来的 高成瑞从去年开始参加国际比赛 有过亮眼的表现 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世界排名上升到了29位 按理高成瑞的实力要比阿拉米扬强 没想到却输给了对手 高成瑞以11比9赢了第一局 阿拉米扬以11比7扳回一局 高成瑞以11比8赢了第三局 没想到高成瑞突然崩盘 阿拉米扬以11比2 11比4连赢两局 以3比2逆转战胜了高成瑞 爆出大冷门 第二场爆冷 庄志渊以3比0横扫了林云如 庄志渊与林云如都是台北的球员 相互之间非常熟悉 虽然庄志渊曾是世界冠军 但那已经是2013年的事情 还是师兵赛南双冠军 庄志渊现在已经43岁了 状态已经无法跟以前相比 庄志渊现在的世界排名才33位 第三场爆冷 波兰球员纳塔利亚巴约 让二追三 以3比2逆转战胜了美女球员斯索科斯 晋级女单32强 巴约27岁 世界排名才52位 巴约在国际赛场 没有取得特别亮眼的战绩 因而给人的印象不深 斯索科斯29岁 曾赢了陈梦两次 成了陈梦的苦主 斯索科斯在国际赛场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世界排名高居第九位 斯索科斯作为欧洲球员 能够进入世界前十非常罕见 斯索科斯给人太多的意外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斯索科斯进入世界前十 靠的是技术 并不是靠运气 他具备这样的实力 没想到他输给了八月 esqu统多的方式 感谢观看